為何很危險 我揮得很快 開得很快 衝燈 下車都要你很急速 你一落不著去Cable就開了 你見到這個人也不是站得很穩 上下車我見過 人家沒落去就開車 很驚險 是不是經常發生的呢 會 較早前我們報導過 一輛紅色小巴 在青山道中線下車時 出現驚險的一幕 片段中看到 一名男乘客先下車 尾鎚的一名女乘客都未下車 紅Van就突然開車 女乘客即時失去平衡 倒地不起 今天我們收到觀眾報料 透露這位司機平時開工 都有很多瘋狂駕駛行為 他叫耶穌 他很老了 七八十歲 他胡亂地切線 又不打燈 他一見到客 就橫衝直撞亂 又逆線走 逆線走 逆線走 他撞我們這條線的車 都不少 經常發生意外 很出名 有些熟客都見到車 都不會上車 有些是怕危險 有些是怕太慢 他很慢 如果不夠客人 我們本來35分鐘的車程 他差不多走了一個小時才到 差不多 因為要拿客人 他經常要拿到夠客人才走 其他同行 對這位攝氏司機有甚麼評價呢 他在說 開車 就亂了 真的很心急 突然有一個客人 他突然走過來 就變得很危險 如果我們發覺到他 他就好點好 發覺不到 就撞過去 煩不煩到嘔 這個司機 我們走時間 他經常去過頭 他又撞我們司機車 他無數次撞了 但不知為何不停牌 經常有投訴他,投訴員都是這樣,沒有改變 照上班?沒有後果?沒有,他沒有改變 態度也是這樣 那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沒權不讓他開工,因為他的車是自己 如果這樣,客人都不敢回答我們 不知誰打誰 你認為有甚麼解決方法? 他這麼大年紀,不讓他開車收了牌 我想就解決到了